那我們長出這麼樣的一個方塊 一個矩形之後 看一下 它這個桌面的厚度 是3mm 我們現在幫它長一個厚度 那麼長厚度之前 這樣子長你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用斜45度角 立體正投影的 這樣斜45度角去看 這樣子你會比較看得出來 好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我們在Sketchure Sketchure那個草圖的那個工作台 按這邊不是有一個Close 就回到Part Design這個工作台 你不用手動去做切換 它會自己去弄 那如果 這邊 剛剛這裡有一個Body 你剛剛是不是做一個新的Body 那你點它 可以把這個底下的選單解開 這裡有一個Sketch 然後一個Sketch 草圖 那這個東西如果說你希望 你希望去 重新編輯這個草圖的話 要怎麼做 請你在這裡點兩下 你就又回到剛剛這個草圖的編輯模式 那做完的話可以這裡按Close 或者是這邊有一個回到上一層 結束編輯草圖 好 那我們就回到這邊來 那你可以點這個模型來看你目前的狀態 好 那麼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方塊 這一個矩形 我們現在讓它長一個厚度是3 長一個厚度是3 那怎麼做呢 請你點這裡 這裡有一個工具叫做填充 英文是PAD 我們填充它 你看馬上就一個厚度出來了 那它厚度是多少 它的厚度是不是3 所以你在這裡按3 它就把這個 剛本的厚度 預設是10 預設是10 你把它改成3之後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選OK OK之後 我們 好不容易做好一個桌子 那你按滑鼠的中間鍵按著不放 你可以旋轉視角 你可以拖曳你的滑鼠來看一下它的視角 好 看這個是不是跟你想像的一樣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請你一樣點這個 恢復成原本的視角 然後放到最大 這樣子 我們做完桌板之後 接下來要做桌角 那這邊 因為這個桌子的造型 是比較單純的 所以你桌子的桌角 坐在上面或下面 其實都沒差 只是說待會你看到的桌子 它不是正著放 像我這個桌子 你看我斜角來看 是不是長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考慮到它的上下的關係的話 你做錯的桌子到最後會長這樣子 做錯的桌子會長這樣子 就是說你沒有搞清楚它上下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做桌角之前 先要搞清楚 腳是從桌板的哪一面長的 因此 你在做 你在畫桌角之前 請你先確認一下 你現在用 立體正投影檢視 那這一面是桌子的桌板的上面 來看清楚 我現在按中間鍵 旋轉一下角度 這個是不是桌角會貼的面 所以桌角是從底下這個面開始長 桌角是長在這一個面 因此呢 來再做一次 原本是這樣子 我按滑鼠的中間鍵 稍微旋轉一下 你不要那麼旋轉兩次 又翻過來 又冰德又冰冷改 這樣子又不對 輕輕的轉過來 這一個面 請你按滑鼠的左鍵 點選這一個面 那麼這一個面呢 會變成是綠色 接下來你再以這個面 來做基礎建立草圖 這個草圖會貼在這個面上面 讓我證明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稍微旋轉一下 你會看到 這一個面 貼在 這個 方塊的 下面 貼在這個方塊的下面 你這樣看 感覺好像蓋起來 是因為它程式沒有寫好 那你如果側 側著看 你看 你的面是在桌子的下面 剛剛做了一個草圖 可是我們旋轉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草圖 它歪掉了 怎麼樣 可以讓它變成是 原本的那個可以編輯的視角 你可以先選close 把它關掉 你做的第二個草圖在這裡 所以你在這裡再點兩下 重新編輯 它就會 跑到這邊來 它就不會歪掉了 接著 我們把編輯區 放到中間來 剛剛是原點放到中間來 但是我們現在是不是要放 在這邊畫一個正方形 五乘以五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按shift鍵 注意看這裡 shift鍵再按滑鼠中間鍵 然後把它拉過來 調整一下 然後放大來看 放大來看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這邊畫一個 矩形 四邊形 所以一樣這邊畫一個四邊形 那四邊形的話呢 接下來都是之前有做過的 所以就很簡單 我們馬上做 點這一個 調整它的水平是5 再點這一個邊 調整它的垂直是5 所以現在這邊都沒有問題 那唯一的問題是 你這一個點 你這一個邊 距離這一個邊的距離是3 距離這裡也是3 而且四個都一樣 所以我們只要做一個就好了 那麼怎麼做呢 我們必須要參考這一個點 這裡要做一個參考點 所以我們再把它放大一點來看 這邊 有一個跟外部做參考 你原本已經畫好桌板了 在這邊 那你這一個點 跟這邊的線 跟這條線 這條線跟這條線的距離是3mm 那這邊跟這邊的距離是3mm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縮減成變成是點 這個點跟這個點的垂直距離是3mm 它的水平距離也是3mm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建一個參考點出來 那請你點這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 跟外部幾何建立相連的邊 其實這就是做參考線段 參考線段跟參考點 那我們點它 看你是要挑這個或挑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線現在可以選了 這邊這個線現在可以選了 所以我們點一下 這條線就會變成粉紅色 那接下來按ESC 取消掉 接下來請你點這一個點 有沒有看到這點變成綠色 放大給你看 這個點現在變綠色 然後再點這一個點 一樣也是綠色 你在點的時候不用按Ctrl Shift 什麼都不用 只要按第一個點或第二個點就好了 那萬一你點錯了要取消的話 重新選怎麼辦呢 看清楚 請你在空白 這個繪圖的空白的地方 點一下滑鼠左鍵 就會兩個都取消了 再重新做一次 請你點這一個點 再點這一個點 我都沒有按Ctrl Shift 什麼都沒按喔 然後按垂直距離3 這樣子你就做出一個垂直距離是3的 那再做一次 點這一個點 再點這一個點 然後按水平距離 也是3 那你注意一下 這個時候它要變完全圖了 是不是它要變完全圖了 是不是這個草圖已經OK了 那麼草圖已經OK之後 按Close 按Close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的高度是50 剛剛本來是分步驟做了 因為這個東西做過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一次把它搞定 所以點這個填充工具 然後這裡設定是50mm 設定完之後 請你再按這個立體正投式 沒錯嘛 我這個桌角是長在下面的 它不是反著長的 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小心畫成反著長 那怎麼辦 那代表當初你在畫的時候 那個桌面選錯了 可以再重做一次 重新練習一次 好 做到這邊 你已經做好一個桌面 跟一隻桌角了 接下來剩下三隻桌角 那這三隻桌角 就不手動畫了 我們用其他的工具 來完成這三隻桌角 剛剛畫好一隻桌角 現在要把其他三隻腳也長出來 那這邊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 包括這個鏡射工具 包括旋轉複製工具 等等之類的 這些都可以使用 這些都可以使用 首先呢 請看一下 請看一下 你目前做好的這一個東西 你目前做好的這個東西 叫做PAD001 你目前做的這個東西叫PAD001 那你在做接下來的步驟之前 我們還要再稍微動一下設定 請選編輯 編號設定這裡 那這裡有一個零件設定 這三個請你都打勾 模型設定這裡 布林運算 這邊這些東西全部都打勾 完了之後按OK 那接下來才可以做這個桌角的複製 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始做複製 首先選這一個PAD 然後這裡有這一個東西 它沒有翻新一層中文 它現在還是英文 它這個功能是叫做 CREATE A MIRROR的FITURE 其實就是做鏡像複製 我們點這個東西一點 你看它這裡有一個 垂直草圖軸 它就會幫你升這一隻腳 而且是在一模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桌板 是不是對你的原點XY做對稱 所以你現在這個腳複製過來 就會在一模一樣的地方 相對應的地方就不會有誤差 然後選OK 你就複製好一隻腳了 那麼一樣選PAD001 再選複製 那這個時候改成是水平的 你就複製出一隻腳在這邊 然後一樣按OK 這樣子第二隻腳 你看這樣子 第二隻腳就生出來了 最後是這一隻腳 我們用這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環形特徵 其實就是旋轉複製啦 一樣選PAD001 然後選擇這個環形特徵 那這個時候呢 360度2的意思是說 我以這裡為中心點 旋轉360度就是一個圓 那總共做兩隻腳出來 如果你不小心弄到3的話 你會發現有兩隻腳 就360度除以3 它的腳會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兩隻腳都是空接 沒有接到桌板上面來 所以它跑出紅色的給你看 那我們把它調整回來變兩隻腳 這樣子 它這裡會有一個效果成功產生 效果成功產生 OK 好 那你再寫45度腳 這樣子 這樣子 你就做好這個桌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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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